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叫做 课堂测验数据化 高校的试测检讨以及补救 那我还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些新老师 我是Rek 那我的中文名字叫石泽安 那我在这个智慧教育的推广上面 已经很多年以来 在国内国外各式各样的 不管是学校单校的培训 或是这种大型的 线上线下的研习课程 甚至是一些这种论坛 对国外对企业之间的一些分享的简报 都有过一些的经验 那希望今天你带这位老师 针对这个上课非常时代的议题 考试这件事情 有一些比较好的讨论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我们的整个研习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研习的主题 因为如果你是这个老朋友 辛苦你还要再听一次 但是有些新老师 我还是要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 这一系列的研习的主题 好 素养导向数位实践这个标题 我之水会降定 其实是素养这件事情 我上面打出了 我们在产素养的时候 最长讲到的三个名词 就是自动好 这个老师们一定都很熟悉 听过很多次 可是问题是自动好 它是一个目标愿景 我希望学生上课都自发 我希望我的课堂高度动 我希望我的课程引导代出学生 能够达到跟同学跟社会 有更好的结果 但是要怎么做到 我要怎么实践 它就有困难 就是我空有一个梦想没有用 我要知道怎么把它完成 所以才会有数位实践这件事情 在我们一般的课堂上面 我们都会期待 这些情境可以发生 相信老师们应该会心有七七焉 我们都会期待这些情境可以发生 例如说 我期待我上课的时候 所有学生都是很专心听讲的 没有人在我的课堂上面会睡着 我相信老师们应该绝对 会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再来我一定希望尤其最近又上网课 而且我知道老师们很辛苦 政策这个因疫情变来变去 一下说要恢复实体 恢复一下之后 又有了线市又转线上 大家很累 我理解 但是我一定都希望 给我上网课的时候 班上同学都可以开镜头 很好的跟我互动 或者我在上课的时候 不管线上线下的课 我希望我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踊跃 发问互动讨论 那这些都是目标 我相信所有老师都期待 自己的课堂能够达到这些效果 可是实际面 不管老师教得好 教得多用心 我们都必须去面对一个现实是 课堂上面就是 难免会有这些状况 睡着 做别的事 做别的事 这个一般现场可能大家都有看过 会画课本之类的 那这种是现在进入网课的时代 可能会再更严重一点 有的学生可能已经 整个电脑画面 已经进入别的世界 老师你也很难知道 那或者呢 就是很实际的 我很难掌握到 学生上课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真的听进去 这是最重要的 我上课 我相信老师们都有上课 这个教学者的一个热血 我不会只是希望好 我今天上完40分钟的课 大家都有都都没有捣乱就好了 大家一定需要学生听懂 大家一定需要学生理解 学会 可是 我很难掌握 尤其在网课的情境下 我很难掌握到底学生 有没有懂 学生跟你说没问题 天知道还是真没问题 还是假的问题 好 所以这些现实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好工具的分享 来帮助老师 加上原本 每一个老师一定都有 你对人的教学策略 对吗 每个老师一定都有 你自己很习惯的 不管是班级经营 不管是怎么样 去引导学生学习的策略 然后 策略加上我今天教你用的工具 两者加起来 来达到好结果 就是像我刚前面 那个海绵宝宝图图写的 大家都很踊跃 大家都很认真 大家都很积极想跟你互动 这是做得到的 这是做得到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透过数位实践的方式 就是来教老师这件事 策略大家都有 当然我也有我的策略 我也会分享策略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告诉你 我空有一生武艺 我要怎么把它发挥出来 透过工具 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工具 就是 HiTeach HiTeach OK 以防有老师今天是这个 初次参与 我还是先说明一下 HiTeach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教学工具 它里面的功能 白白种 真的是白白种 不是虚数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两个月 总共八场的研习 甚至七月份 会有别的老师 就不同的角度切入 继续分享 因为它太丰富了 所以今天我的课呢 只会着重在 HiTeach 拿来考试这件事情上面 老师会好奇 怎么做互动 怎么做点名 怎么去加分等等 你都会好奇 这很正常 但是我们每次的课程 会聚焦在一个主题 那如果老师 你没有参与到我们前面的研习 但是你还是想搞清楚 我刚讲这些 我今天可能不会讲到 但是是HiTeach重要功能的 在YouTube上面 都可以看到 研习完整的影片 在YouTube频道上面 你只要去搜寻HiTeach 或是搜寻Timoto 都可以很完整的看到 我们的研习的影片 所以老师不用担心说 这个我今天只学到一小部分 其他堂 我就刚好学校都有事参与不到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找时间 去把研习的影片 再去做一个回顾 那今天我们会针对 这个测验来讲 不过当然 我还是在这一开始 先比较概略性的 针对整个HiTeach 他能够做到哪些事情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 然后我们再从大的论述 聚焦到我们今天的主角考试 好 HiTeach可以拿来做什么 我们这边用七张图 很快的带老师来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课堂上面发生最早的一件事 就是点名 就是点名 OK 那点名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这所有班级来讲 都是必要的 不论是小老师点 这个学艺古章点 还是老师本人点 好 那点名不只是点名 点名背后代表的一个意义是 HiTeach里面 它可以自定班级 换句话说 它不是一个学生自主 连了线加入 就像很多网路上面 这个一些互动工具 都很好用 我没有说这些工具不好 可是呢 这些单次性的互动工具 大部分都是让学生自己连线加入 我可以打一个名字 我用中文名字还是英文名字 甚至我用一个习惯的历称 进来一次玩完结束 就没有了 但是HiTeach不是 所有的老师 你都可以订定自己的班级 今天701有30个学生 702有28个学生 所有的名单都可以费入在里面 每一个学生可以完整保存自己 从一开始到学期末 所有的学习历程 这是第一个 自定班级点名 然后可以拥有每个人 个人的学习历程 再来第二个 在HiTeach里面 最重要的老师教学 就是需要工具 有的老师会上网找这个 怎么抽签 怎么计时 怎么加分 OK 那HiTeach就是简单 帮你把这些常用到的工具 全部都归整在一套软件里面 这是第二件事 再来第三件事 在HiTeach里面 除了有很多好用的工具之外 还有很丰富的资源 举凡图片 或者是一些 有些课程常用到的一些 背景素材 例如像什么 你上数学课 会需要用到像线图 你上地理课 可能会需要用到世界地图 这些比较常用的一些教学素材 HiTeach里面都有提供 也提供让你可以直接上网 在里面 HiTeach里面 直接上网去抓一些 你课堂上要用到的图片 都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的第三件事 来第四件事 是HiTeach本身 最 我个人最会不断强调的一个重点 就是任何页面 任何页面都可以做即时的批注 什么叫做任何 也就是今天上课老师 不管我们常用的 大概有 Talpoint 或者是电子书 或者是 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课本讲义 或是其他 很多各式各样 不管它是电子化的 纸本化的 不管它是一个软体 一个页面 全部都可以跟HiTeach搭配使用 全部都可以跟HiTeach搭配使用 好来 第五件事情 就是课堂上面的互动 这是HiTeach的最大强项 在整个互动 然后以及互动后 可以产生很多的数据 针对数据 再去掌握每个学生的学情 再去挑人 再去进阶的问答等等的 这一组 应该算是HiTeach最大最大的特色 那当然刚刚有强调我们今天的重点 不会讲太多的互动 今天重点讲考试 所以这个老师们可以再去回顾之前的研习 甚至我们拍过很多比较短的一两分钟的那种教学影片 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 就很清楚知道HiTeach可以做到的互动有哪些 可以做互动的软体很多 可是做完互动之后 给你数据的很少 给你数据之后可以针对这个数据 再去针对个人 给你不同的差异化教学的材料 或是挑人或是进阶的问答 再做第二层第三层的互动的就更少 所以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强调的 好那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用HiTeach上完一堂课之后 这堂课结束下课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你把所有你课程互动的数据 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提问 每一次的互动 他答了什么 他回了什么 他参与度多少 他出席率的状况 全部都会帮你绘整成一张表 送出来给老师 那你就可以带着这张表 就去记录整个学生 他从学习出第一堂课 到最后一堂课 所有的参与状况 OK所以这是我们HiTeach 先用一张图 一张简报 一张简报里面的七张图 很快的带大家认识一下 这一套系统 好那再来 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测验 OK那测验对教学的重要性 我想我不用多讲 老师们一定都这个会认同 考试 考试 这个教学里面非常 我们刚那个麦克风 刚好 刚好没电 现在有声音吗 现在有声音有清楚 OKOK好 有清楚就好 好 老师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面随时讲 那我如果有看到 并且是当下 我能够及时回复的 我会直接回复 我如果没有回复 我们线上也有很多的小当手的老师 会协助一起处理大家的问题 好 所以像刚才有老师我看到他在问那个研习的那个文件 研习的那个手册的连结 那个就请老师们可以直接 我们小帮手会给给连结 那个大家就可以直接上去下载 好 OK 那今天要讲测验 刚刚我说今天要讲测验 每个上一张图稍微讲一下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我不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是网路上面找到的一个分享的图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他是真的 我也一点都不会觉得太夸张 就是一个学生三年 一个中学生三年累积的考卷的数量 我觉得就是老师们应该觉得OK吧 就是其实不夸张 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 那 如果说一个学生三年会考这么多的事 那每一张我们在那边改考卷 交换改 登记分数 然后回去那边剪剪贴贴 然后做这个测验本 那花多少时间 那我们不如让他用数位化的方式 比较有效率的来执行 对不对 好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到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到底在HITIC里面 没有老师说我女儿刚经历 没错 我自己 我们都当过国中生 高中生 我觉得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四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到底在HITIC里面可以进行哪几种类型的考试 哪几种类型的考试 那第二个就是会实际带大家体验一下 课堂上面我们最方便最常用的三种考试的形态 三种考试的形态 第三个就是会教大家 在HITIC里面去编辑一份试卷 编辑一份试卷 那最后一个就是会带大家看考完试 刚有说考试完你要有数据你要有记录 我断考前会考前 我才能再去回顾我策略的题目 所以这些一些相关的数据怎么看怎么用 这会是我们今天的四个重点 好 那我一样我还是先带大家来引导大家一下 知道一下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我算我刚说大家可以直接往网络上看 我不过我觉得还是稍微引导一下 如果老师想要下载第一个 今天的研锡手册 第二个是HITIC这个软体 第一个是研锡手册 第二个是HITIC这个软体 都可以进入到官网里面去 你直接在你的Google里面 搜寻你搜寻HITIC 你搜寻Teen Model 你搜寻Teen Model 都可以 很轻易的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Hardbook.com的这一个官方网站 你在你的Google搜寻里面 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 在网站里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产品资源的下载专区 产品资源然后子分页是下载专区点进去 好 在这个下载专区里面 就会有很多可以下载的东西 OK好那如果说你是要下载 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今天的研习手册的话 OK你要下载今天的研习手册 请你在下载专区里面的其他文件 其他文件里面 就会有一个素养导向数位实践的讲义 那你就可以把它载下来 不过老师如果没载不用担心 你没载不会影响今天上我的课 只是回去那里面有很多的补充资料 可以让大家复习 OK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载 但是不会影响你今天上课 好所以在下载专区的其他文件里面 那如果你要下载 HITISH本人这套软体本身的话 那更简单 下载专区有个软体下载 下载专区的软体下载 软体下载的第一个 载点就是HITISH5 软体下载里面的第一个载点 就是HITISH5 所以你只要把软体下载点开 然后找到HITISH5 点一下旁边这个download 找到HITISH5 点一下旁边的download就可以了 那记得HITISH5 它是forWin10以上 64位元的系统使用 要注意这一个 这一个这个一些限制 所以如果老师你的电脑是Win7 或者是老师你是用Mac电脑 请参考我们之前 一直跟大家推荐的 平台版的HITISHCC 也非常好用 那我们的HITISH5 今天介绍的这一个版本 就是forWin10以上的系统使用 那你就按download 那它就会跟你下载任何其他东西一样 载下来然后就安装让它跑 就没有问题了 就这样 OK 那它跑完之后 你打开它 它就会请你登入你的账号 那请你登入你的账号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使用 那可以开始使用 就会牵涉到刚刚说 HITISH各式各样的功能 所以我今天只先介绍测验 那还是再次强调 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基本的操作 或者是像互动 出任务 出作业给学生等等的 我们之前的影片 之前的研习都有完整的 带大家这个了解跟体验过 大家可以再回去参考 好那我就回到今天的主题 所以在今天的最一开始 我想要先请大家帮我一个忙 就是刚刚我们其实课前 2点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主持人有一只请大家 加入我们今天的课堂 对不对 好那现在我们的线上小帮手 一样又在我们的 那个对话框里面 又丢了一次这个课堂的连结 又丢了一次课堂的连结 所以请大家务必 在我正式开始上 跟他互动之前 请你要加入这堂课 所以他现在有个 那个红色三角形 大家记得加入 这个班级的名单 然后请你点那个网址 我回到论里面 一样跟大家操作一次 如果老师刚刚还没加入 因为我知道 在我讲话的过去 这大概15分钟里面 还有新的老师加进来 所以请你点一下 论上面现在看到这个网址 点进去 它会是一个让你加入课堂 你要粉专是 OK 好 点进去会是一个让你加入课堂的一个 算是深蓝深绿色的一个背景页面 那你就点一下立即加入 确定一下 加入这个六月份 这个测验的这堂课 没错 按一下立即加入 按了立即加入之后呢 他就会需要请你登入 你的提摩豆账号 那如果老师 你之前已经有下载 HITA HITA一下载完 你应该就已经有 注册了一个账号了 如果没有的话 没关系 你这边直接点Google 现场做绑定 也是可以的 你直接点Google 去做绑定 我推荐大家用Google 因为Google绑定是最方便的 也是最通用 我推荐大家 你就按一下Google 直接进去 跟你的一些 你个人比较常用的一个账号 去做绑定 就可以加入这堂课了 好 所以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请你务必要加入 因为有加入才能够比较 详细的看到 等一下我们整个 跟大家互动的过程 好 来直接开一个计时器 一分钟 如果老师加入有问题 请务必在对话宫里面 要让我们的小房舍 可以帮助你 大家一边操作 同时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之前都会有老师问到 在HiTeach里面 我刚刚最一开始有讲 HiTeach可以自己建立班级 对不对 那HiTeach建立班级 有几个不同的方式 虽然今天的课 我不会介绍建立班级 但是让大家知道 建立班级有几个不同的方式 一个就是像我今天研习这样 在今天我走到这个讲台前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老师会参加 所以呢我开了一个班 但是里面没有人 我开了一个空间 然后我请你主动加进来 像现在这样子 我请你主动加进来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中小学会 比较常用的情境 就是我开班的时候 我直接把这个班 一号是谁 二号是谁 三号是谁 四号是谁 直接完整的输入进去 到时候学生来就对号入座 这样也可以 这是第二种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在其他场演习 都有介绍到他的操作的方式 所以先让老师知道 OK那请大家这个加入课程 好 我看有没有人在 对话里面反应有问题 那一分钟到了 我就要正式开始了 OK那我就开始我的课堂 我就选到今天 我要上的这一堂课 叫做六月场的 课堂测验数据化 OK这一堂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上的是这堂课 那老师在进来 要开始上课之前 第一个他就是请你选你要上哪一堂课 像我 我是很多单场的假课 所以 我有很多哪一场哪一场哪一场 那真正实际上老师 你未来你自己用应该是很多班 比如说你是数学老师 你教五个班 你教 201到205的数学 那你就会有201数学 202数学 203数学 你要选到你今天上哪一堂课 好 我选到我今天上这堂课之后呢 旁边可以做检视与分组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这个班有哪个学生 确定一下 名单有没有对 然后也可以做分组 那我这边就先随机的 随机的分一下 OK我就随机先分六组 那你也可以实际的 真的去用 就是手动分 然后可以输入组名 有的可能 年纪比较小的一些班级 低年级中年级 有些企业组 苹果组很可爱 都可以在这边去做设计 好 设置好分组 确定没问题之后 我就正式按 开始这一堂课 好 那我的课程就开始了 好 那现在要请老师 帮我一个忙 当我们开始这堂课之后 我要请你加入这个课 老师想说 我不是刚才加入完吗 好 要跟大家说明 我们加入课堂有两段 第一段 刚刚前面那一段 它的意思是 你成为这一门课的学生 我用老师们比较熟悉的话来讲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学校老师 刚讲好举例 我是二年一班的数学老师 刚刚前面 大家加入课堂的那个步骤 只是确认你是二年一班 数学课的一份子 只是确认你是这堂课的一份子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是这堂课的一份子 我二年一班上数学上到一半 走进来说 老师我要一起上课 很奇怪吗 所以刚请大家说 务必先加入这堂课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是 你今天有没有来上课 二零一数学 我一个学习有十五周 我有十五堂课要上 可能有同学今天请假 可能有同学 今天这个刚刚睡过头缺席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当下 虽然对今天来讲 各位来讲是一样的 因为这一门课我只上一次 可是在实际 大家教学情境里就是那样 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确定 这个课里面有谁刚有讲 我可以请大家自己加入 像我们今天的方式 或是老师一开始建名单的时候 就事先建好 一号是谁 二号是谁 你先输进去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的是第二步 这是有来上课 有要参与互动的人 那你要怎么做呢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请大家帮我这边写得很清楚 使用电脑平板或手机都可以 扫码或者是用浏览器输入 IRS5.CC这个网址 扫码或是输入IRS5.CC这个网址 连线WebIRS 好那输入网址的话 就是你直接开一个浏览器 我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你直接开一个浏览器 在你的浏览器上面 输入就是这个网址 IRS5.CC 那小帮手也都有打在我们的网页 那个对话上面 IRS5.CC输入之后 他会进入到一个 请你加入雲端教室的一个主页 首页 那他又请你收入一个教室编号跟验证 教室编号跟验证 小帮手都有打在我们的对话框里 但实际上老师 你要让学员加入的时候 他到底显示在哪 在这里 6码是教室编号 4码是验证码 就在你的老师端页面的正右上方 所以教室编号是1362.292 验证码是6174 1362.292.6174 好按一下连线 那他就会跳出一个名单让你选 你说天哪 我们今天刚我刚我最后打开之前 看有将近160位 你要选到何年何月 我是刚好我事前有先看 1178号 所以我去选进来 我选到你的名字 按打入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说这么多人 我要选到死 那没有关系 刚刚我说嘛 可以用扫码 扫码在哪里 扫码在哪里 扫码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 按一下这个人的符号 点一下 他就会跳出一个QR Code 那用什么扫 你不要用一般的相机扫 请你用刚刚主持人有说 HIGH TA去扫 你用HIGH TA去扫 因为HIGH TA本身就有带入你的账号 所以你扫进去之后 就不需要再花时间找你在哪里 你直接用HIGH TA扫 就会直接带进你个人正确的身份位置 我看到已经有小帮手回答 但我还是讲一下 没错 刚刚我们前面这个第一段 等于只有学期出销 需要做一次 因为你先建立一个课程 确定这个课程有谁 那个其实一个学期只会做一次 而且在中小学里 不会像我今天是请学生主动加入 大部分情况我们都是 直接把学生名单建进去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 如果是一般中小的学生 根本不会经历到刚刚的第一段 学生只是每一次上课 你今天有来 请你加入IRS 跟老师互动 或进行考试 或是进行任务 这样子 这才是学生要做的事 好 再讲一次 老师可以透过网址 如果你今天是用电脑跟我连线的话 如果你是用电脑跟我连线 你手机不在手边 或是手机 在看那个这个Zoom 你用手机连web IIS 对不起 你用电脑连web IIS 请你第一步输入网址 IRS5.cc 第二步输入教室编号跟验证码 1362-292跟6174 第三步刷到你个人的号码 这个要请大家辛苦一点 因为我们平常课 表现二三十人 今天有将近两百人 稍微找一下 那如果你想要比较不要那么麻烦的做法 请你现在直接拿出手机 为了IIS 找这个QR Code 它就会直接带进你的身份里面 好看一下 加入的老师已经蛮多了 应该是 应该是还算顺利 好那我一边就同时讲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页面 也就是我们刚刚最开始讲的点名的页面 学生点名 老师要一个一个点吗 不用 学生有连线 他自动就变成绿色的 每一连线就是红色 所以有没有来我马上知道 那你说今天我举例这个69号吴南南老师 吴南南同学 他不是旷课 他只是请了一个病假 那我也可以手动跟点的去更改 他的出席状态 我们总共有五种状态分别是出席 缺席 公室 并三种假 所以老师也可以手动去更改他的状态 好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大家都没有提出 这个一些操作上的困难 那我就先把它关起来 还没连到的老师没关系 你只要有网址 当然还是可以进得来 只是不是通过QRQ 虽然我把QRQ关掉了 等一下你蛇子想进来 有网址 有教室变化 有验证 你会回得来 好那我们就实际来带今天的进行的内容 好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到底HiTeach可以做哪些考试 那讲这个之前 我们就先知道一下 一般来讲我们做考试的流程是什么 好这个流程 我想我不用太多去讲 然后老师们都比我更长经历 第一步就是要考试 你要先有个考卷 你可能用一些现成的书版商给的卷 或者是你个人组卷 有一个考卷 第二步有了考卷就开始考试 好第三步呢 针对考试 你可以进行一些批改 考完嘛 交换改也好 老师收回来改也好 或者是比较大型的读卡的考试 那就是读卡继续扫描都好 考完之后 这个改完之后 那针对他的成绩去做一些分纪 分析 然后呢 在考试发续之后做检讨 大概我们一般的考试流程就是这样 好那我想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就传统上这样的考试流程里面 最麻烦或者是最常常让你觉得很困扰 你最希望数位化可以协助你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 这种传统刚讲那个流程里面 你觉得初考题最麻烦 或者是你觉得改考券是最花时间的 登记成绩是最花时间的 OK好 老师不用急着写 我要让大家用IRS来回答 他很热情 谢谢 好 我开一个IRS的填充题 来各位的 WebIRS现在上面应该会显示这个画面 会显示这个画面 来请你直接在这个输入人数的框框里面 帮我打下 你个人觉得是困扰 我举例我写改考券 最麻烦的 这个是我过去多年来自己上课 跟听老师们分享累积的经验 大部分人觉得最麻烦的是改考券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等下这个 今天的这堂课参与老师 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这个困扰 那今天因为我们人很多 所以我会有点没办法 一页把它全部显示完 我在一般的情况下 一般的情况下 学生有答就会变红色 没答就会是蓝色 老师会一目了然的知道 今天哪些同学已经回答 哪些还没 有 我现在把这个图稍微缩小一点 可以看到所有人了 所以你看他上面的红色框框会一直变 那右上角 左上角这里会显示 目前是52个答案 52个答案 那我们现在在线上是 101人 好所以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回答了 我们再稍等个10秒钟 好不好 我们再稍等10秒钟 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这只是一个 就是统计 因为我们要开发这些系统 当然就是要解决老师的问题 所以当然要先知道老师真正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好到时候没有 没答到没关系 这不是考试 只是想统计一下大家的想法 OK 好 那顺便你在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填充体回答的功能 我可以马上去看到所有所分答的答案 你说 今天人那么多 答案那么分散 我要看到年和月 所以我这边可以启动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老师们应该可能都有用过的功能 不一定在HITCH用 就是你有用过这个功能叫做文字语 好那HITCH内建有文字语 所以大家答完填充体之后 我收了几十个答案之后 我马上回来请文字语帮我做分析 看一下 最多人共同提到的一些关键词是什么 好那我们今天的班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让他稍微的这个计算一下 好正中间是考卷 比较没什么参考 大家可能写上改考卷 或者分析考卷 所以比较大的有什么 批改 分析 初题 登记 分析批改登记都算是后端 我就是考完之后我要改 我要登记 然后我要分析 那初题算是前端 所以换句话说 前端后端都有提到 大家都有一些 这个相对应的一些困扰 好 那我们就实际的来把这个图 我先把它留下来 这是大家这一场 今天这一场研习的大家的共识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老师的问题 好来 第一个先讲到在整个提摩斗的序教室的系统里面 我们提供三种考试的方案 三种考试 三种考试的情境 第一种叫做智慧教室 换句话说就是课堂上的考试 不管我今天是上完课 最后非常小卡十分钟 或者是今天如果我是这个 这个一整节课 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其中的一个小测验 四十分钟 或是早自习我考一课 我考一个试 总之在教室里面进行的考试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线上的 线上的大家要注意它的定义 指的是非同步 也就是如果像现在我们远距上课 对不对 远距上课我上课的当下进行考试 我们还是算第一种 这个线上指的是 我今天发给你一张考证 请你回家当作业把它完成 或者是今天上课之前 预习券发下去 请大家先写完 这种自己在家里完成的 我们称之为线上自主体调 第三种就是比较大型的考试 就是建考合一 OK好 以上三种提摩斗都可以做 那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的重点会讲这一种 我们今天的重点会讲智慧教室 我们今天的重点会讲智慧教室 那这两个呢 我就先稍微的很快都带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重点会讲那一个嘛 那这两个我们今天不特别强调 那我稍微先带一下 首先是线上自主评量的部分 很简单啦 线上自主评量概念其实就是这样 老师有一个云端 这个我们的老师 等一下后面会给大家看到 老师有一个书题的云端 备课的云端 你可以在你的云端里面备课出题 派发考卷作业 那学生也有一个学生的云端 每个学生他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云端 老师我在线上出了一个作业之后 派发下去 就像就像这张图上面显示的 我出了好多份考卷 我派发下去之后 学生就可以在他个人的云端页面里面看到 这个数学课史老师出了一张考卷 我点进去马上就可以写 写完之后马上可以看到我的情绩 这叫做线上的课前或课后 非同步的自主评量 这是我们这个可以做到的其中一种 它非常的简单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特别讲 但其实概念很简单 就是老师在他的云端里面出考卷 学生在他云端里面写考卷 然后呢 老师再回他的云端里面改考卷 如果说只有选择题 老师甚至不用改 因为自动就帮你改完 对完了 如果有些什么写作文啊等等 老师在后续去改考卷 这是第一个 线上自主评量 那第二种呢 就是券卡合一的这个情境 那券卡合一这个情境 虽然不会发生 比较不会发生在老师 你个人平常的课堂里 可是学校都用得到 学校都用得到 那我们也其实知道 近期学校很大量的在 这个各种计划 在采购啊 或者什么 各样的一些软体 或者教学适用的工具 所以券卡合一呢 我这边很快的也带一下 券卡合一其实就六步 第一步呢 一样嘛 你要先有一个考卷嘛 然后第二步 你要把这个考卷变成 答题卡的形式 就是他不是在写 那个夸图里面写 ABC部 他变答题卡形式 那第三步就是考试 第四步就是月券 第五步就是月完卷之后 会有主管题的话 月券帮你月客管题 主管题你一样 要老师去手工提改 那最后会有成绩报告 好 那这一整个流程呢 以前其实是很麻烦的 有做过月券 如果有当过出题老师 老师就知道 月券超麻烦 那我们现在把它简化很多 到底怎么做 我用一支影片 让大家看一下 一样是我之前 实际操作的一个流程 这支影片大概七分钟 所以我们今天的其中一段 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这支影片 这能够了解 好 让我看一下 好 老师稍等我一下 我确保我有把我的 这个 没有 好 这样应该就有了 OK 好 那我就实际来 给老师看一下这支影片 所以我已经写了我的课程 我已经已经工作了一周 所以我现在要展示 我用课程式来写 哈喽各位老师大家好 当我们谈到教育数位话 就绝对不能忘记 学校现场最常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考试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Tmodel所最新开发出的 券卡合一月券系统 用超级简单的几个步骤 就要来简化过去繁琐的月券流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无论是透过手动新增的方式 或者是把word excel整份导题组券上传的方式 上传完成的试卷呢 就会在这边有一个清单 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这份考卷实际的内容 而在旁边也可以看见 包含考卷的一些知识点啊 难易度啊 提醒等等的分析系统都会自动帮你完成 当我们制作完了一份云端的试卷之后 接下来就要来发布一个评量测验 在我们的Tmodel云平台上面 制作好一份试卷可以多种用途 包含在智慧教室里面课堂上的考试 学生在线上自主的评量 或者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券卡合一都可以 所以呢我们按一下加号 进入到建立评量的画面里面 我们就能够逐步的去完善 所有我们要设置的一些细节 都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 选到我们是英文科的 然后我要使用的试卷 最后按一下发布评量就完成了 有了评量 接下来第三步 我们就要来生成我们要使用的券卡 点一下评量式券 接着在这边看到生成 第一次使用呢会是新生成 使用过的券卡也可以重新再一次的重新生成 进来之后就会看到 不需要对位不需要画格子 所有的格子都已经帮你画好了 如果老师想要做一些细节的调整 例如我觉得这个主观题格子太小 那也可以自己再去额外的把它拉大 都没有问题 好看过都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就按列印答案卡 可以选择A4或是A3 确定 生成的券卡呢会是一个PDF档 把它列印出来之后 加上老师原本有的试题本 像我手上这样 题本加答题券 就可以开始让学生进行考试咯 而每一份答题券呢 它的右下角也都会有一个专属它的编号 到时候我们阅卷的时候 只要认得这个编号 我们的阅卷的系统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云端了 完成考试之后 第四步我们就要来进行阅卷 现在我手上已经有大家写完的考卷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提摩豆的教学助手 进入阅卷扫描 接着在搜寻阅卷活动这边呢 输入我们刚刚说试卷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编号 搜寻 就可以找到这一份试卷了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进行阅卷咯 我们就把已经考完试的考卷 不需要按顺序 系统会自动的辨别它的座号 放进来阅卷系统里面之后 接着在我们的电脑上面按一下开始阅卷 它就会自动的呢 开始把我们的考卷来进行阅卷的动作 我们完成了阅卷之后可以很快的看到 全部扫描完了发现有两张异常卷 这个难免因为可能学生画卡图的比较脏啊 或什么样没读好 那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点一下手动阅卷 好先找到是哪两张 37号跟另外一张是这个43号 好我就把这两位同学的考卷找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很简单呢 我们只要呢再回去重新的 把这两张再重新扫描一次就可以了 好可以看到我们重新扫描一次之后 这两位都已经同步了 那接下来就代表60个人的数据都已经同步完成 我们就回到IES来看一下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数据现在已经全部上到云端可以看到 所有的学生包含不同的班级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答题的结果 但是呢已经呈现上来的都是客观的选择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五步 也就是老师进行主 以的批改 怎么批改很简单 我们点一下前往评分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学生的个人答题的页面里面 而可以看到从66题开始是灰色 代表是主观题还没有做批改 那老师进来之后呢就可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暗人 就是我可以把这位同学的每一题改完 或者是这边可以改成暗题 比如说我就从66题 所有学生66题来改 OK那我就可以点进去 比如说批注 那这边他写了一个这个 我就可以画一个问号 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批注 那分数这边呢也可以去做加减 或者是老师也可以选择全部满分 也就是先给大家满分 我再来做扣分的方式 一题一题呢 我就可以这样子去把主观题的批改完成了 当我们结束了主观题的批改 就代表整份考卷都改完了 接下来我们只要结束这个测验活动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评量测验的数据 包含有每一个分数段 几分到几分大概有多少人 或者是每一个题目的正确率 以及像是认知层次 以及知识点的雷达图 我们这是一个跨班的考试 所以它是整合了不同班级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 那如果想看到更细节的数据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学情分析的系统 在学情分析的系统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我们详细的 包含有成绩相关的一些数据 还有我们刚自己设置的这个达标率等等的 或者是每一个学生在学习的落点 位在什么位置 针对每一个试题的这个难易度啊 鉴别度详细的分析 还有像是知识点 跟错题的整个分析的状况 还有认知层次的分析的状况 全部这些完整的数据 都可以在我们的学情分析里面来获得 来到最后一步 考试已经完成 老师也都改完了 学生就可以进入到自己的 Aclass 1的页面里面 来检视自己的评量的成绩数据 那我们这边有看到刚刚英语的其中考试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这位学生 包含他个人的得分啊 还有他在整个一些数据上面的分析 那么往下走也可以看到每一题 包含他答对啊答错的题目 每个题目呢 他也可以自己去设置信号 可能他觉得很重要的 那像是我们刚刚有批改我们的填充题 也可以看到 像他有老师给予他的一些评价 或者是老师的一些话迹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学生除了可以看到自己的结果之外呢 例如在段考前 大考前我想要做最终的复习 我可以在这里选择 我要练习我写错的题目 全部的题目 或者是我有打星号的题目 那点击开始之后 就可以针对这些题目 再去做重复的练习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看到的流程 从安排一个线上的试卷 制作一份考卷 到生成答题卡把它印出来 到进行试测 阅卷 以及阅卷后进行主关题的批改 考试结束之后 产生所有的成绩的报告跟数据 学生也可以在个人的页面 看到自己的学习结果 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就是把过去阅卷的流程最简化 让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学校 都能够轻松便利的使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 期待在下一支影片 与大家再见 拜拜 如果 好 ok 所以呢 这个 这样我之前拍过 我就不再重讲 只要让大家看影片 稍微了解一下 券卡合一的操作的模式 是这样 那简单来讲 它最大的跟传统的越界 两个不同 第一个就是 不需要那边对位 做那个答题卡 你传上我们的系统 它自动就帮你生成 一个完整的答题卡 那第二个就是后面 批语完之后 所有这些数据 都是跟学生自己 老师相对的 与端全部联动在一起 所以 直接可以看到成绩 直接可以看到这些记录 都不用再去做另外 传送给谁啊 什么都不用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券卡合一的部分 大家如果有问题 当然都可以再另外询问我们 但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前面花了一半的时间 都在讲一些概念 整体大家可以做什么 那接下来就来 多一个实际的体验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课堂上上课的当下 怎么样来做考试 好 来先跟大家简单来讲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 这个说明 不好意思 ok 好 我们的课堂呢 可以做到的一些互动情境 有很多 之前的研习 我们介绍过 我们在课堂上面 怎么样老师跟学生 能够来进行 老师页面的推送 或者是师生之间的 问答互动 还有像我们刚刚做 那个填充题 就是一个问答互动 还有老师推送任务给学生 让学生去完成 绞交一些作品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 那今天我们讲测验 好 课堂上面进行测验 我们有三种形式 这三个间都会让大家体验到 我先很快的讲一下 第一个叫做即时检疫测验 这个呢 讲白话文就是 什么都不必准备 老师你先心血来朝想考的 是当然你要有考题 如果连题目都没有 那是没办法 但是你不需要事前去上传 或是什么先设定答案 输入题目都不用 你只要手边有任何一张考件 等一下我会示范 随时就可以考 这是第一个 随时哦 你手边有考件就可以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预备 第二种 IES事件 相对于前一个 这个就是属于完整版 老师如果你事前 有先做题目的输入 然后呢去编辑一些什么 补充教材啊 详解啊 或者是他难易度啊 知识点啊等等的 就可以去做一种 很完整的考试 包含考完之后 他的分析一定就会比较清楚 因为前一个是没有事前做这些编辑 那这个是有事前做编辑的 也OK 那第三种就是老师可能最常用的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的体库从哪里来 从书商有相对应的体库 从投过光碟或是投过一些软体 放你电脑里面 可以直接减题出几 好 这样子的体库可以直接的放到 排体区里面来考 就直接哦 不是我跟你说 OK放进来 然后中间要进做十个步骤 不是 就真的是可以直接放进来考 等一下都会让大家体验到 好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简易版的 最简单的那一种 好 如果今天老师上课的时候 要进行一个简易的测验 怎么做呢 好 这个简易测验如果在现场 也就是我们实体教学的时候 老师你手边有考卷 好像我现在我手上有考卷 等一下我会这个拍照给大家看 那如果你手上是像我们一般 出版商那种卷 不是都是厚厚一份吗 数学A卷 他就有三十张 那很简单嘛 我就把考卷 如果实体上课的情况下 发下去给学生就好了 我就这么简单嘛 我就发出去给学生 好 那如果是我只有手上 像我今天就有一份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实际 我们是在线上 我要怎么把这个考卷给学生呢 你说老师我可以把拍照 传到LINE 翻集LINE群里面 当然也可以 变通的方法很多 但是对于HIGH TEACH而言 你有一个好工具 还记得我们刚才没有跟他介绍到 HIGH TEACH这个APP吗 HIGH TEACH 刚刚我们拿来扫QR Code 好我现在要请我们刚刚的主持人 Terry帮我一下 好我再请他把他的HIGH TEACH 连线一下 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HIGH TEACH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拍照 HIGH TEACH可以拿来拍照 因为你的手机一定都有相机 我相信现在应该没有人说 我的手机没有相机 所以当我在我的手机相机里面 好有了 好请Terry帮我操作 来第一步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HIGH TEACH 跟HIGH TEACH本身做连结 就是我现在要用我的HIGH TEACH 来操控我的HIGH TEACH 怎么做呢 这上面这里有个QR Code 点一下 好然后对不起 等一下 你HIGH TEACH怎么没有扶上来 OK好 然后开这个QR Code 好那Terry就用他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就用他的HIGH TEACH 后面就变成扫相机的画面 然后去扫这个QR Code 然后就把手机 跟我的电脑现在连线连上 他可以选你要当老师 还是当学生 那你如果是要连线 记得老师的身份 就是选老师 进来之后 HIGH TEACH的画面涨掉 这里有一个照片上传 点一下 其他人不要按 刚才我只有请我们的Terry老师 点一下照片上传 他这里有个九宫格 先把我取消 还有个九宫格 代表一次最多可以传九张照片 好那现在我请Terry老师就帮我 这里有两张考卷 请你帮我拍一下 就是等于两张照片 各拍一张 直接点那个框框就好 OK 尽量 一张里面我们尽量 可以拍大一点吗 尽量把它拍 就是清楚一点 对 可能要再远一点 可以吗 好 我现在就拍了第一张哦 然后再拍第二张 因为我考卷有两页 好两个了嘛 我就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就两张考卷上来了 好那我就按一下 右下角这个传送 好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哦 谢谢Terry老师借我他的手机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哦 这两张考卷就被传到 老师的页面上来了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正式来进行考试了 好怎么做呢 我开一个空白页面 来 所有的考试 等一下我们讲三种考试 全部都成我现在拉的这个箭筒 这边开始 每一个等一下我们进行的考试 都从这里开始点下去 它会有三个选项 它会有三个选项 我们现在要做的刚讲是这个 即时检疫测验对不对 我们选正中间有一个人 头发面有个问号这个 正中间人头发面有个问号 点一下 好 它就会跳出一个即时测验的一个 一个设定的小视窗 好那第一个你可以设定 测验的名称 那这个就不去动它了 你可以设定什么数学 第二个小考之类的 第二个你可以设定 这次的测验有什么类型的题型 那在这个即时检疫的情境里面呢 它只能提供三种题型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做法 单选负选填充 好 那我等一下发给大家考的张考试啊 里面呢 有我看一下四题单选题 单选四题 然后负选有三题 然后填充也是三题 OK 好这样就设定好了 那选项数单选题就是四个选项嘛 负选题我这边有五个选项 有ABC租一 好都设定好 再来附件图片呢 你要给学生看到考卷嘛 就在这里按下选择 然后我刚刚不是有两张考卷吗 好我就把它选起来 好这边就有两张考卷的图了 那单选跟复选 这边都可以先去设置它的证捷 好这边都可以设置它的证捷 好所以那旁边有那个眼睛可以闭起来 记得平常不要让学生看到嘛 那我现在是示范 所以我就把它秀出来 好 给大家看一下答案 好我这边先随便设 我这边先随便设 大家等一下也不用认真答 我先随便设 单选题有四题 假设我就设ABC珠 好来再来复选题有三题嘛 每一个复选题都有它的证捷 好记得平常我们眼睛盖起来就看不到 好都设置好之后确定都没有问题 我确定有几题有几种追星 考证的附件也上去了 答案也都设好了 就按一下开始 好那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你刚连线的Web IRS 现在应该就会长成 这个样子 你会看到两张图 以及下面有十个题目 这十个题目你都看不到题材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预设 我再次强调这是最简易版的 这题目要从哪里看 上面那两张图来看 那如果你有实体课程呢 我考证会直接发下去给你 等于说你就不用花时间在那边手写考证 甚至另一个面向来讲 就比较省纸啊 我每个班我只要印一份 我考证可以成数用 因为学生是用Web IRS来回答 好所以就请你对应上面的考评 那我发现我刚上传照片的顺序 不小心贴反了 大家见谅一下 第二张才是第一题 然后呢你的第一张图是我们的填充题 好你就去把它写完 大家不用很认真的看内文 没关系 你就去把它写完 那复选题就是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选项 好再来填充题 有三个填充题 我这边都随便打一下 那请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 我就随便写一些数字 好这样子 好都填完了 就按一下交据 这样就可以了 那老师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所有所生答题的进度 好这边可以看到所有所生答题的进度 好这边可以看到绿色就是赢百分之百了 红色就是有在写 但是还没100%的 那蓝色就是0%的 就是没有在参与都是考试的人 OK 好大家试一下 如果你操作上什么问题 请一定要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操作上有什么问题 好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有很多个要练习 这边一样我再等10秒就好 主要让大家知道可以这样做 我不会等到所有人都写完 我主要是让大家体验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你 如果你用这个方式 学生实际会看到的画面 就是你现在手机上 就是电脑上的画面 好那老师会注意到 如果你是用电脑 如果你是用电脑 你会看到我的电脑有左右两个页面 左边是有题目的 然后一题一题往下拉 右边就是有点类似一个快速答题卡 我可以直接这样写 那手机的话也有 只是手机因为它只有单页呈现 你如果要看到右边这一个 就是靠式答题卡 在手机的右上角这里会有一个 答题卡的一个按钮 按一下这个就会跳出来 就是你可以选择在这边答 或是选择在这边答 意思其实是一样 只是它有两个可以让你答 就是选择的位置 OK好那我就不等了 假设这次考试来看 同学都答完了 好那最后老师要干嘛 按一下停止测验就可以了 停止测验 按一下停止测验 然后告诉你说 里面有主关题 因为有三个填充嘛 所以你要线上完成批阅才可以 好我知道 OK确认 好那当我按完这个结束测验之后 他马上就会跳出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测验 的得分表 得分表 最后三题没有 因为记得最后三题是主单题 全中题没改 前面七题是单选负选额 一开始就有预设答案 所以他马上告诉我 每题的答对率 你看我的单选题一跟二 答对率分别是61%跟59% 再来逐步降低 这也太刚好了 它是一个顺接 那老师要检讨考件 这就方便了 因为我一看就知道 我先从哪一题再检讨 我一定先检讨第七题 那全班答对率只有5% 那这一题最高的答对率 也才只有61% 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测验 显然 这个测验反映出 全班对于这一个考试的范围 可能还不是那么熟 考得讲白话 我觉得考蛮烂的 那当然刚刚我们是随便做的 但是这个东西对老师来讲 是很有意义的 我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 我看到假设我想要检讨 这一题 我就可以跳到那一题去 虽然我没有题干 可是每一题学生答了什么的记录 都会被记下来 每一页会是一个独立的题目 我一直往下一页翻 我现在翻到第七题 刚答对率最低的那一页 第七题 刚答对率只有多少 5%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选了什么 我就可以看统计图 原来答错的人 你看 猪不是正解 可是猪是最多人选的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选项猪是什么 那其实我刚刚是 正确答案是乱填的 所以可能其实是错的 第七题 就是这一题 以下哪些国家 跟现任元首的对应有错 那猪是英国强分 OK 那你就 我就可以去解释 那其实现在每个国家的 对应元首是什么 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做说明 我就可以针对学生答错的题目 去做进阶的讨论跟分析 甚至我就可以 比如说 我有一个题目是那个 我有一个题目是 画 我的第三题是画 对称 我的第三题是画国旗的对称 好 那我其实有先做了一个简报 这一题 单选第三题 国旗的对称 我已经有先把它做出来 因为我就可以请同学上台来 帮我画出 如果是哪个选项 它对称在哪里 对不对 我就可以说 为什么正解是 猪 虽然我刚正解是乱设的 但是为什么正解是猪 因为只有猪是真正的 现对称图形 老师就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详尽的 而且是针对性的减态 我就别人在问 我能一到五谁答错 六到十谁答错 不用 因为很清楚 都有了 所以这是第一种考试情境 这是 这是记得 但是强调 我刚刚没有做任何预设 我就是手边拿了一张考卷 拍了照 我就考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可以做了 就这么简单 这是第一种考试情境 第二种考试情境 Excel的题库 好 那这个呢 我相信 对老师来讲 是最实用的一个 它比刚刚那一个 又更进阶了一点 因为可以有完整的题材 但是呢 比起等一下 我们要讲的下一个 又简单了 很多 因为不如做非常简单 Excel题库怎么做 好 那我们就要先回去看一下 题库 好 我自己呢 今天电脑里 有先预设 预设好的一个 这个 男一的国小题库 那这个东西 我想老师们都有 所以我就 不特别去介绍 怎么操作题库 对老师 对 好 就直接示范给大家看 我呢 就来我的题库里面 针对 比如说 国文科的 这个 第一次段考的范围 好了 回来出个实体选择题 OK 因为我们是要 要用Excel 所以记得吗 Excel它必须是选择题 Excel必须是选择题 好 那这个让花术比较好操作 我操作是给大家看 好 选择题 比如说 我的这边出五题 有啊 然后这个也出五题 好 然后呢 总共十题 所以我一题可以十分 这样子 满分 就是一百 OK 好 没有问题 我就按下一步 好 那 我今天正常我们会会出的是 Rod档 那今天我先不转这个 因为我的重点是要这个 CSV 我的重点是要这个CSV 好 那 我就把这个CSV档输出 好 这一段我没有特别去详解 因为我知道老师们一定都 很熟这个 初题 初题系统的机制 OK 填兴题的P稿 我等下最后会带老师去看 因为那个要到云端看 那个我们现在先暂时放着 等一下我会让老师看到 好 来 我这边就 我刚才说到五题吗 我刚不出了实题吗 我再看一次哦 没按到吗 不好意思我再出一次国文 随便选 好选择题 选择题这个五题 这个有五题 好 一起十分 十分 好 我重新出一次 刚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不知道哪里没按到 他只出来五题 好 那 南一 康轩 汉林 主要这三件出版社都可以 适用我现在做的这个 非常简易的这个做法 好 我们看一下哦 好 有了 十题吗 我刚出好的 十题在这里 好 那记得哦 因为初题 初题系统出来都是CSV档 它是这个文字档案 那我们要把它变成正常的Excel档 所以你真正需要自己做的 只有一件事就是 另存新档 不需要去改任何档案的内容 完全不用 你只要把它另存成什么 我才存在桌面 另存成 Excel档 另存成这个档案 领存副档 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动任何内容 只是要另存它 那当然档名你可以去改 我现在先不理它 按下处身 好 我的题目就好了 来我现在在我的桌面上 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桌面上就有了一份 这个 Excel档的题目 好 题目在那了 好 我们现在回HiTeach 来 如果要进行我们的Excel出题 一样哦 都在这个事件里面点进去 刚刚是按中间那个人头 现在我们按下面 那一个资料夹的符号 资料夹的符号 点一下 好 它就会直接让你去搜寻 一份事件 那记得要是Excel Excel档 所以如果你会出来是CSV 你是找不到的 那是正常的 好 那这是我刚会出的那一份 OK 就按一下开启 好 等一下 我刚 因为我其他的软体开着它 我要先把这份椅子关掉 因为他刚刚是告诉我 他在被别人使用 我把它关掉 重来 好 就喝进来了 这就是我刚出的 这就是我刚出的 好 按确认 好 各位请在你的WebIIS上面 这就是我刚刚用 初题光碟出的实体考题 这个真的 这个是上个月 如果你五月有参加 就知道五月还没有 那种 千呼万唤史出来 那我相信这对老师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好处 完全不用去做任何其他的编辑 或什么 会出CSV 另存新档 就可以考 就这么简单 OK 那有老师问到 的确 这个考试形式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限制 就是纯文字体 所以如果有图形 或是有些什么化学式 那他没有办法用Excel的方式 会出 就是从题库端那边就不行了 一开始就不行 你会出是选择题的时候 它就只能是纯文字 所以这一个考试形式 它唯一的限制就是纯文字体 OK 那如果是像 像有老师认到 是数学 或是一些其他的有抽调 我答第三种形式会讲到 就是第三种形式会讲到 但这个 这个老师我就不让大家做了 好不好 因为做答题的方案 跟刚刚 第一个是完全一样 只是这个你就看得到 题杠跟选项 因为我是有 MFN完整Excel汇入的 它是有题杠跟选项的 好 这是第二种做法 那我就不等大家答完了 我知道有些老师已经在写 那没关系 只是一下体验 我就停止测验了 那一样你一停止测验 一样它后面一样会让你看到 每一题的答对率 有没有 那像这一题的 这份考验第一题答对率很高 大家可能第一题都还来 正式看题材 就答了这样子 后面就很低 我就可以去做检讨 我就知道哪一题最需要检讨 我都可以看到 那一样假设 虽然现在第一题是最高 但我就以第一题为例 第一题答对率80% 我看到它的题杠 是这样子 那还有20%的人答错 他到底选了什么呢 我就看评表 答错的人选了B跟C 那我就知道 我不是要检讨主选项 不用浪费时间 因为没有人被主选项误导 我就检讨B跟C选项 那就可以了 就加速老师的效率 你也不用改了 你也不用在那边花时间去 搞清楚了 到底要检讨什么 都不用 这是第二种做法 好 最后第三种做法 刚刚老师算是帮我破题了 如果我的考试 有很多比较复杂的题型 或者是有图表 化学室等等 很多比较复杂的题材的内容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用到 IES试卷测验 好 那IES试卷测验 它就必须事前 由老师手动 在IES上面编辑一份考试 怎么编 我等一下后面会给大家说明 但是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 实际 已经编好的情况下 已经编好的情况下 怎么做IES试卷测验 一样在这一个 试卷的图案里面点一下 有三个嘛 刚刚我们就用了第二个跟第三个 所以最后剩下的就是第一个 好 点一下 第一个点进去之后呢 就是所谓的IES试卷模式 那他就会请你选一份 这是在IES上面的试卷 他会请你选一份 你今天要考的是哪一份考试 那当然这个考试是你事前 已经先放到一端上 好 所以呢我这边就举例 我就选一份 我事前放上去的英文考卷 那这份英文考卷很特别 这份英文考卷里面有什么 这份英文考卷里面有第一个 有图片的题目 第二个英文会考什么 会考音听 这份英文考卷里面有一题是有音版的题目 那都可以做 他是最完整的 但是他事前的预备就比较多一点 但是他是最完整 老师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 Web IES里面 你可以看到第一题选择题 就是有图片的 就很清楚 他是有图片的 第二题选择题就是什么 第二题选择题是有音版 点一下播放 这就是一个音频 就是完全就是正式的一个音频 OK 第三题我甚至放了一个图片 虽然一般我们不太会有所谓的影片 但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你even要插入一个影片 在你的题材里面都是可以 好 那以及下面有很多 有试诡题 然后还有英文很常见的克漏字 然后最下面还有那个英文作文 最下面还有英文作文 这是手写 OK 很多东西 那主要是让老师知道 原来他有这些 不同的考试形式 好 那我这边先很随意的答一下 好 好 老师爆出一堆问题 对不对 OK 好 那这个我等一下 我先把我要讲的东西讲完 有些东西 有些问题是我等一下下一段讲完 老师应该就会隐认而解的 只是我还没讲到 所以你会有疑问 那有一些如果我等他讲完 你还是要询问的 我们再来依一帮老师解惑 好 那这个一样 我就先把这个车键结束掉了 我就先把这个车键结束掉了 好 那结束测验之后看到的都是一样的 我不想是哪一种结束测验 他就是马上把主题答对率给你 然后你马上可以去做检讨 这样子 OK 好 那以上三个 我就很快的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以上三个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在课堂上 我强调说今天主要讲课堂的测验 我们在课堂上的进行测验 就是这三种 即时的考试 最简单的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目标 就是随时考 你不用做任何前置作业 你只需要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手边有一张考卷 那就可以了 第二个 IES试卷 对不起我反过来好了 因为我刚刚是先讲这个 第二个 Excel题库 就是汇出题库之后 转档成XLS 退入就可以考 第三个就是IES试卷 他需要经过一个试卷 但是他的内容就最完整 那他这边是他考试的流程 即时测验就是马上现场设题目 然后拍照 然后呢就开始考 那IES试卷就是事前 你需要去云端 建立一份试卷 然后选到他 开始考 Excel试卷呢 就是你去提库框 汇出之后 转档 然后开始考 后面都一样 就是前面的差别而已 好 那这两个啊 就是即时简易测验的做法 跟Excel的做法 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完整的讲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带大家看一下 那IES试前要上传的那一段 那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接下来跟大家讲 什么试卷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课程的设计 我今天没有办法带大家 应该是我会教大家一步一步 可是我没有办法等每一个人 都一步步完成 所以我会把流程很详细的告诉大家 但是练习还是需要老师们回去 你自己练习 做过才会比较清楚 OK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云端的置卷 好 我先用一张简报来讲 然后等一下直接带大家去看那个画面 好 我们云端置卷的逻辑 要先让大家清楚一下 等一下我们带大家去云端之后 我们云端的置卷资料库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一份考卷是有很多考题组成的 OK 所以呢 我们的云端 你会进去看到第一个东西 其实是试题库 就是这个 就是它会有一个空间 里面充满了试题 零散的试题 然后我是不是都可以从这些试题里面去抓 把它组成一份又一份的考卷 就像有的大型考试 它是有题库的 每次我就从里面抽100题来考 你只要把题库练得滚瓜烂熟 你就一定会过 有一些那种考机车驾照之类的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云端也是这个概念 第一个是题库 题库透过各样的方式把它组成一张考卷 那怎么组三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挑 我要这一题跟这一题跟这一题 第二个就是你用电脑帮你挑 就像我们刚刚用题库光点一样 我要选择题10题 我要填充题这个知识点2题 确定好他帮你挑 第三个就是整份档案 你直接把它整份事件汇到影框 好我们实际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来第一个我们怎么去我们的IES影档 一样回到我们的听不懂官方网站 好官网 回到听不懂的官网 在听不懂官网里面这里有一个教师登入 教师登入IES5 教师IES5 这边点一下 听不懂官网有个教师IES5 我请那个小张手也帮我把那个网址传到我们的对话里面 我先把下面这些事从关一关 因为刚开了一堆事件 我怕会让电脑跑更慢一点 好进来之后就请你登入你的TML的帐号 一样如果你是绑定Google就按这里 如果你是就是看你说什么方法都可以 如果你要用HITA的话就按扫码登入 你要用HITA的话就按扫码登入 OK那我就现在登入我的账号 我登 我刚刚按到吗 好登入账号就会长这个样子 老师你看到的会跟我有点不一样 你里面的内容都会有这么多 但是界面基本上跟我会是一样的 你的内容绝对没有我多 但是界面会跟我一样 好那界面这边右手边 对不起你面对你的电脑 你没有看到应该是左手边 左手边这边 会有一个我把它放大 会有一个个人 然后里面你应该只有这四个了 因为我的权限会比大家再多一点 所以你应该只会看到这四个 你也不会有我上面那个学校 上面这里 这个什么学校管理什么都不会有 你应该左手边只会有这个个人 然后里面有我的课程苏格拉底我的资源跟我的活动 应该就这样 你你现在如果进去IES看到这 应该就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要编题呢 要看的是我的 我的资源 我的资源 回到IES给大家看了 来 我的资源 点开来 里面 这个直选项里面会有个个人提库 我的资源里面有个个人提库 大家帮我点进去 好你点进个人提库之后 你现在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 你都是空的 你什么都没有 但一样 界面会跟我长一样 好这边的 右上角 就有一个新增试题 就有一个新增试题 好我点一下 点进来 它就是一个输入试题的页面 所以如果对老师来讲 你要用一个最直接建立提库的方法 就是这样 你点进来 它可以选题目的难易度啊 认知程序 你可以自己设知识点等等的 然后提型 然后选题杆 选项 下面可以设解析 甚至你可以 有一些补救的YouTube连结 都可以 你就可以这样去设定一个题目 那 像刚刚那种 有图片 或是有音档 甚至有语剑的题目 在这边就可以去夹 然后这边有音档嘛 我就可以上传一个音档 我就可以做音听 就在这边题杆 就可以去设置 所以这就是 建立题目的最简单的方法 到IS0端 我的题库 新建很多的试题 那记得 我刚刚前面有讲的概念 这边新建试题 它是零散的 我新建的试题进去 它是独立的试题 那如果我要把这试题 变成一份我要考的考卷呢 好 我这边就不新建了 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我如果要把我的试题 我新建的试题 甚至我讲得多一点好了 我在里面见见见见 我已经在里面见了500题了 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有一个题库了 我每次考试就从这500题里面抽10题出来小考 那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从试题跳到试卷 试题完了 我现在要来组试卷 按下试卷 试卷的右上角这边 就有三个按钮 智慧组卷 挑题组卷跟导题组卷 那什么概念呢 挑题组卷就是我刚讲的 你点挑题组卷 你就可以 选到不同题目的一些选择的标签 然后从这些题目里面去选 我要这一题 我要这一题 就一题一题去选完之后 我就跟你在逛虾皮一样 选完之后右下角有个购物车 我们看到 我就按下这个购物车 然后确定一下 我刚选了三题 我要用这三题主份考卷吗 没错 OK那我就确定好这份考卷 叫什么名字 总分是多少 然后这三题各自的配分 各自的配分 都配好没问题 就按下储存试卷 就搞定了 那你回到 Hiteach里面 刚刚我们 做IES的那里 记得吗 回到Hiteach里面 回到Hiteach里面 这里 你点IES 就第一个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你刚自己 做好的那份世界 就是这样 然后逻辑就是这样 练习我今天可能没办法带 没办法等大家都练完 但是他逻辑就这样 我再讲一次 对老师来讲 一进IES 个人的 我的资源里面的个人题库 第一个进来看到试题 你就可以在这边 一题一题去新增很多的试题 试题都有了之后 你要组成考卷 就按试卷 那这边就可以用 挑题组件 或是智慧组件 智慧组件就是这样 你就告诉电脑系统说 我要什么提醒几题 他就帮你从你的题库里面 去挑出符合你 组成一张试卷给你 这个就跟初题光碟的概念 是完全一样 OK 那最后一个 我们就要讲最后一个 也是相对比较难一点点 但是 只要练习就熟能生巧 就是 导题组件这个功能 挑题组件 智慧组件 我们刚刚都稍微解释了嘛 总之你先有题库 然后看是你自己挑 还是你让电脑帮你挑 就是这样的差别而已 那什么是导题组件 好按一下 导题组件是这样子的 因为老师毕竟如果每一个试题 我都要进我的云端一题一题去打 其实 也要花不少的时间 那当然啦 我必须告诉老师 只要你想要题目题干很完整 甚至还有解析什么的 一定都要花时间 除非你就是纸本直接拿给他考 你想要把你的考卷变成电子的话 一定要花时间 你想要不花 就是比较不花时间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简易版的 有考卷拍照直接考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只是他的题干选项就没有那些很详细的文字内容 就是要看照片 就是你要很简单的 他的整个题目的一个详细度就比较阳春 你要很完整的 老师你就必须花时间 这个概念一定要先给大家 因为 很正常啊 老师都想问说 可不可以有很简单 就会订出的方法 那我只能说 现在科技还做不到 不是说我们家做不到 是说真的 因为我也研究了很多各种出题的 情境 你要完全结合这样教学软 然后完全不需要前面很复杂的一些 就是很简单就可以上手 我们期待科技继续发展 有一天我然后这个相机扫一下 他就所有文字辨识 然后就上去了 其实应该也不会太久了 以前的一些文字辨识的 技术 但目前还没办法 所以 最后一个就是 导题组件的部分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导题组件我们这里 有 两个档案名称已经提示在这里了 Word的范本下载 或者是Excel范本下载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把整份的Word的档 跟Excel的档 汇入到我们的题库里面 那 Excel刚是不是已经讲了 如果是题库光碟的 你根本不是要过这一段 题库光碟你会出成 Excel档之后 直接在HiteG 就可以汇入口了 那这段是要干嘛呢 这段是因为我们刚有说 我们现在题库光碟可以直接使用的是三大出版商 汉林南义康鲜 如果你有其他类型的Excel的题目 你想要汇到我们的云端的话 不是这几家出版商的题库光碟直接出来的 那你就需要 下载我们的Excel范本 下载我们的Excel范本之后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Excel 有一个模板 长这样子 OK我们的Excel模板长这样 你就需要按照我们的第一栏 就是横的这个第一栏 深灰色这一栏 不变的情况下 去贴上你 设置好的题目 然后这一份档案 就可以直接上传到 我们的IES上面 变成一份考卷 我再说一次 如果不是体肤光碟 因为体肤光碟就刚亮这块 你就是汇数成Excel打 直接在HIT局就可以考 如果不是的话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到 导题组券这里 Excel把你的范本 改下来之后 范本会长这样 上面第一栏不动 下面去贴上你的题目 然后把这整个档案 存档之后 传到云端来 它就可以变成一份完整的世界 这就是Excel的做法 就这样 好 那比较复杂的 也是大家回去需要练习的是 Word的做法 好 Word怎么做呢 它这边一样有个范本 可以载下来 但我现在这边先不开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个 我做好的实际案例 就是我们刚刚考的那张英文考卷 我直接给大家看我们刚考那张英文考卷 好如果大家还稍微记得我们刚考那张英文考卷 虽然我没有请大家很详细的写 可是大家应该对现在我画面上呈现出来的这个题目不会太陌生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刚考的那一张英文考卷 第一题是这个有图片的 然后第二题是 音档 听立题这边还没有音档 然后下面还有那个警察的是非题 就是这一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平常的 考卷的格式 平常的考卷的格式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很典型的一般考卷的格式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 我们的云端 IES 可以 汇入的 弱得的提醒的话 它有几个要素 我们的云端IES怎么认得这张考卷呢 靠的是 大括号的标签 大括号的标签 这个 相对大家要能够去理解一下 他的逻辑 因为考卷白白整 你不可能每个会上去他都知道那个题目 选项当这样 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定义给他能够认识考卷的方式 是透过这个 大括号 所以像 这张考卷 我把它开成那个 就是双栏对照的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OK 好 来大家看一下 这张考卷 这个是平常考卷的样子 这个是我变成能够导入 能够让我们的系统 列读的样子 第一个 第一题是什么 是单选题 这边有个选择题的括号 再来下面有几个不同的括号 分别就是 他的正确答案是 诸 解析 知识点 配分等等的 这样子 一个题目 汇进去之后 我们的IES才会认得他 OK 就是这样子 好那 那实际上这些标签设置的一些规定 我今天不会一个一个讲 因为 光是那个标签教大家做 本身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原始 字卷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只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导题组件这里有一个 制作试卷范本的详情 的档案 这个大家可以载下来 那个是我做的 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跟大家说 非常清楚 你把的那个TW 有繁体中文版 版载下来 他是一个PDF档 里面会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 你如果要 制作一份 World的事件 需要有哪些标签 来设置标签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甚至你要设一个题组 就是有一个文本下面有五题这种很常见 你要设一个题组都可以 你要设Fashion题也就是 这个国文作文英文作文造句 计算题深论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所以呢 这一段 我今天不会 这个一个 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说 但是我让大家知道 怎么去练习 在导题组件里面 下载这个范本 制作详情说明中文繁体 以及 Word的范本 你可以 所以你不要一开始就拿一个30题50节考虑去练习很辛苦 你就自己先练个一两题 按照他的标签格式就认好之后 上传 如果他可以吃进去 那你就会 就是这样子 OK 好所以以上就是字卷的三种方式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就是直接到 IES题库 一题一题手打行程 最简单 当然就是这个 按部就班的做法 第二个就是Excel 但是强调Excel如果是三大书上的题库 不用这么麻烦 退出之后 XLS档直接 HIT局就可以考 但如果是其他形式的Excel 就下载我们的导题组件里面 Excel的范本 按照他的第一行分列 的标题不要去动它 下面按照他的表示去输入 体干血像 分解等等 退入就可以用 第三个就是Word 把一份Word的事件 加上 我们的系统能够阅读电视的标签之后 就可以把整份Word的考卷 上传到云端 这每一个工作 都一定会小花一点时间 但是这就回到我刚刚老师讲的 你要很简单的做法 我提供很简单做法给你就刚前面的那一种 直接拍照的 或是直接提库公别出来的 那如果你要很完整的做法 也有 那就需要一些前置备课作业的时间 所以让老师去自己做选择 那我现在呢 就示范一下 这一个 我今天 就示范一下 这一个是我已经做好 刚刚英文的那份考卷 我什么标签那些我都设置好了 OK我标签都设置好了 我就把这一份考卷呢 按一下 这座云 然后把他 我设置好的那一份 放进我的 IES里面 那他就会整份读进去 非常完整的内容 这就是大家刚刚前面 我请大家考的那一张 就是这一张 你确定好没问题 配分确定好了 总分设定好 都没问题 按下储存 这份试卷就搞定 那这份试卷传上去的同时 我还可以点一下 同步试题 试题到题库 同步试题到题库 这里 同步试题到题库 什么意思 刚刚我们不是说 IES的概念是先有很多试题 来组成一张考卷吗 那反过来也可以 我现在是直接上传 一份整份误格的考卷 对不对 那我把它同步到题库 就是假设我这份误格的有50题 这50题也可以零反的丢回到我的题库里面 被打散 然后再去跟别的试题组成新的考卷 它的概念是这样 它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就让老师们知道 这是我们试卷编题的方式 那甚至 你传上来的题目 他还会给你 我们出题的时候都会需要看那个双向心目分析表 有没有 因为 这样子编题的情境是相对复杂的 那就是你需要输入什么知识点 需要输入什么 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数据 但也就因为你输入了这些 所以 他给你的一些试题的分析就特别多 那你想象一下 你题库里面有100题 你抽20题出来 你就直接按一下试卷分析 他就会告诉你 你这个试卷 那个知识点有哪些 然后认识程序有哪些 那分析就自动帮你做出来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ok 好 我到这边先回答一下大家刚刚有一些问题 好 第一个 我先就回我目前方面上看到 这个 好许愿的部分我就不回答了 许愿我看到了 我们知道 那我先就论题来讲 ok 这个 Excel的书题 这边就有想到说只能有文字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设定的 老师刚 像我刚那个南医的 南医的那个书题公叠的 格式上面 你选费入csb档 后面 就有个拨号写说 仅限纯文字 就是他一开始 书上那端出来的时候就不行 所以是纯文字没错 那如果老师上面有人问说要考 执事计算的可以 那这就是属于计算题 其实 数学叫计算题 国文是写作文 英文可能是翻译会也是写作文 其实这几种题型在 试题的格式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手写题 不管是写算式还是写国字 还是写英文 其实就是手写题 就是主观手写题 所以这是可以做的 没问题 上面还有吗 OK学生端的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那解析我这边有讲了 就是如果你是直接在IES做的都是 不管是自己建的Excel的还是World的 都可以输入解析 都可以输入解析 这样 OK 好 那最后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 不是有做一些 就是填充题吗 那老师我这边不是要批改对不对 批改以及最后学生会看到什么 我这就让大家看一下 OK 刚刚 我们进来 看到的是 我再解释 我再给大家看这个方面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请大家进到 个人的我的资源里面对不对 这是我要去建题目的时候 那现在 我要做另外一件事 我现在转化一下情境 我现在是考完试了 试已经考完了 我要去改 刚刚系统只帮我改了选择题 填充题没帮我改嘛 那我要从我的活动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个测验活动 我要从我的活动里面去找 好所以我就点一下我的活动 然后里面会有评量 还有一些作业投票什么 那个我们今天没有讲 找到评量 OK 好 那在这个评量里面 你看哦 这边就有三份 我刚刚才做完 都是6月15下午三点多 我刚给大家考了三个试嘛 这个T-model demo exam English 就是那个有IES完整试卷有听力的那一个 那这个CSV开头的 就是我们提供光点 好所以我们刚刚第一个 请大家做的 纸本最简易的那一个测验就是这个 好就这个 好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就可以去看到 这里有个作答详情有没有 点进去 好我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学生的答题的状况 好我选一个有有分数的 这个洪老师 其他人可能是刚没有没有填答的 好我看一下这个洪老师呢 我就点一下前往评分 前往评分 等一下 好那我就可以看到他 这个老师这个同学 应该讲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所有的答题的记录就在这里 好那你看 选择题我也可以去给分数 因为选择题有时候有争议吗 比如说检讨的时候发现 原本是正确是A的B也算B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去改 去改他的分数 可以在这边去改他的分数 好那往下 互选再来就是填充 好 这是填充题 洪老师都是这个随便写的几个英文字 那假设我现在要P改 我就点一下右上角 这里有个P改 怎么看到P住 点进去 好你想像他可以是一个作文 可以是一个刚老师问到计算题什么都可以 好我就可以在这边做 P住 OK 或者是我就可以写什么 good whatever都可以 好这样子 然后按一下右下角的确认 确定 好就P住好了 所以这是改填充题 或者是更进一步什么 什么那个座轮啊什么就是这个方式 好那我去改一下我自己的 好改一下我自己的 因为我等一下登录我的账号给大家看 我被批改了 我以学生的身份被批改的结果 我看一下我的应该落在 我几号我都忘了 那应该满后面 好看一下 我应该在第七页对不对 好这里T恤是这个是我 好我等一下前往评分 好然后我就把我的是填充题对不对填充题的这一题 好 我就写一个 棒 这样 好确定 好 ok 然后呢储存 分数 好 储存 好老师的批改就是这样子 老师批改就是这样子 那除了可以批改个人成绩 你也可以进去就看到吗 这就是 这一次整个 测整个测验全班的一些成绩 当然我们刚测验随便写 所以分数看起来比较 比较 不美丽 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些真正的考试之后 会产生出来的样子 好给大家看一个真正的考试 真正考试考完之后 就会长这样 就是会有一些 成绩的统计跟分析 在这里 好那你点进那个刚刚的作答详组 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 每一个学生媒体有没有答对还是答错 就在这里 就是这是老师的见面 活动里面 好 那我先登出 我接下来去学生的身份 我们刚刚登入的地方这里 教师学生登入 教师爱业书 刚请大家登这个 学生就是下面这个 学生 完全一样的做法 只是 第二格 好一点 学生 然后一样进去之后 登入我的账号 登入我的账号 每一个账号你都可以同时是老师也是学生 只要你有了一个Tmodo账号 你可以是老师 你也可以是学生 所以你可以自己开一个课 自己当老师开一个课 然后自己让你的学生加进来 就自己以学生身份又加进来练习 是可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评量 OK 你看我刚就考了这三张评量吗 没错吗 我刚考了 Tmodel DemoExam CSV这个 还有HiTeach 紫本测验 对不对 OK 我就可以去看到 我还没结束测验呢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刚老师都在那边还没结束 因为老师 我刚还没有正式结束这个测验 所以学生 自然就看不到这个测验的成绩结果 他的逻辑是这样 等于 测验还没有正式被老师解释 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 不要 因为我还没因为我还没改了 OK 好那我给老师看另外 因为我刚刚分考证我没有就是有的人我没有改 有的人我没有改 所以现在还看不到 那没关系 没关系 老师稍等我一下 我把全部改完 OK 这个流程就是 实际上是老师在改题目改答案 但因为 我刚没有改 所以就必须经历这一段 等一下我看一下 OK OK结束了 好 OK 好来 这就是学生当看到了 我刚刚去那边把那张考卷 所以我先把所有人都给100分 盖完了 好那这就是学生在这个 IT纸本测验里面 我刚考了这个 IT纸本测验 还有csd 这个equil的 还有team model 这都是我刚考的事 在这个IT纸本测验里面 我就会看到 我个人的分数结果 那没有知识点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 不把一张考卷拍照上传而已 我不是进行详细的 考试的情境 像如果是 这一个 他就有知识点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 就是营端上面去编辑 比较详细的事情 那这个资本测验就没有好没关系 下面就可以看到 我个人的一些打体的状况 好 然后看一下 等一下 这套南华 我靠 答题答题 哦这里 我要看 哦 OK 没有啊 我刚刚 哦这里这里这里 好 老师不好意思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份考卷的那个 因为我刚刚那边 就是我不确定我哪里可能没改到 所以他没有跳出来 但这就是 一般正常情况下 老师改完之后 学生端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先用英文的那份 因为那份试卷比较完整 而且是就是有提干的 比较清楚 就会看到 第一题我就答错了 第二题也是答错的 就依此类推 那下面的填充题 就是像这种写作文的 如果老师有批注 就会显示在这里 他就会显示在这里 所以像假设像这一题 我其实这个题目设定是 Please Write Down Yourself 就是要你写下你的想法 那你写完之后 就有点类似写英文作文 老师在IES那边改完之后 这边就会看到 这边就会看到 那这些题目呢 我也可以自己针对 比如说我答错的题目 我就在这里 重复练习 选择练习错题 然后我可以乱排 因为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答错了 我会记得答案 我记得第一题是几 第二题是几 所以我可以乱数 我就是不要让我记答案 我可以去练习 或者我也可以针对 我可以自己针对 我觉得重要的题目 去打星星 然后我也可以针对星星 就是我觉得练习重要的题目 再去做断考前等等 大考前的复习 这样子 所以学生端会看到的 就是个人的成绩 老师的批改 以及每一次考完试之后 你可以针对错题 或者是你自己 打勾标记重要的题目 再去做重复的练习 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 测验这一堂 每一次我们都会 我相信老师到后面 会稍微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消化 因为测验的这一堂 真的真的相对比较 就是复杂一点点 但是我这边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会做一个小小的规纳 简单来讲 在IT中 里面你要做测验 我们提供很多种方法给你 你要很简单的 有 你拍个照就可以考试 你要相对比较需要花时间对课 但是非常完整的 有 你就去IES云端 或者是用Word导提的方式 把整个事件的包含 很详解 包含知识点 全部传上去 OK 那前者 简单的做法 学生都在那边看到的 当然就养存 或者老师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但是老师跟学生 适合可以看到的数据分析解析 普通教材都比较完整 所以这都是老师可以去选择的做法 那以一般课堂上面比较单纯的考树情境 我的建议 如果只是老师一开始想要上手 想要用 最简单的方法 还是推荐 刚刚那两个 一个就是你手上的试卷 直接拍照 直接就可以考 第二个就是 直接运用三大书上的课库 汇出汇入 就可以考 这应该是相对最快速 就是平常 日常 就是随时要考的事 就可以很快让老师使用的一个情境 OK 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已经稍微有一点点迪累了 所以呢 我就先 不再这个 做太多的收尾 最后呢 还是要请老师们 先帮我们填一个 那个 这一次的 这个参与的问卷 好 那老师上完今天这堂课 其实就理解了 其实我的问卷呢 也就是另外一张考卷 其实这张考卷 我没有设证捷 这张考卷就是 问卷 所以老师一样用 WebIIS 帮我们填写一下 这个初席的问卷 因为已经差不多4点 我知道有的老师 会有其他要忙的事情 那如果有老师 你不急着离开 等一下想问问题 当然 欢迎大家留下来问 但我问卷先打开 让老师 如果您 这个 没有办法待这么久的 不好意思 稍微耽误到大家的时间 你可以赶快的 先完成问卷 尤其是老师 如果你是需要 研习时速的 请你务必 务必 要填写一些 你的基本资料 我身份证资料 那些一定要填写清楚 我们才能把时速 帮你送出去审核 然后再给你时速 那 如果你是要这个 我们的系统的序号 还提取一年的授权的话 也帮我们填写完整 我们在三个工作天内 都会发送到老师的 HiTA HiTA的手机APP里面 让你取得 这样 好 那老师就一边帮我填写文件 如果比较赶时间老师 等一下你填完 你就可以先下线 没有问题 那其他老师 我先看一下 这个对话框里面 有没有 没有回答到的问题 好 目前看起来问题是停在刚刚那个 许愿 好 那我会在我喝口水 那我先把时间还给我们主持人 等一下老师如果还想问问题的 我们再来做就是一些QA OK那我的正式的 今天的课程内容 就先到这边帮我段落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OK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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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